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部分电子商务企业在德国涉嫌借由亚马逊销售货品来逃漏税,德国当局展开行动以没收相关电商的货物并冻结银行存款。 据德国直升报道,中国电商多年来在网络购物平台亚马逊贩售商品有意或无意不缴交19%营业税,其逃漏税问题已是德国政府的眼中钉。 德国联邦税务工会主席爱根塔勒·Thomas I.J. Taylor透露,德国税金损失可能达到10亿欧元,约新台币354亿元之谱。 德国税务机查局和柏林的新克尔恩区Beleniuk村LN税务局率先出击针对中国电商进行调查并冻结资产。 亚马逊发言人对此表示,亚马逊向电商提供全面讯息以让他们履行纳税义务。 一旦得知电商为履行义务,亚马逊就会关闭该电商的账号。